大家好我是狂帝 我的朋友是你永遠看不膩 皇帝我呢 今天要跟我的寶貝粉絲們 報告一件事情 喜歡Jump情星集結的觀眾們 你們有服了 有看到畫面上的這個頻道嗎 接下來皇帝我會在這個頻道 更新Jump情星集結的影片 想要變強的觀眾們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還可以獲得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那想要玩Jump的粉絲們呢 皇帝我推薦你們到我的蝦皮賣場 去買散熱器 蝦皮搜尋皇帝的後花園 就可以找到了 你只要玩遊戲 手機會過熱的 就非常需要這款散熱器 賣場裡面還有非常多 只要你是玩遊戲的玩家 都一定會需要這東西 現在消費滿兩千 還送皇帝我的前名照 也別忘記追蹤皇帝的IG 所有的抽獎全部都在IG公告 OK 屁話不多說 今天的影片馬上開始了 Let go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上帝 我的影片讓你 由遠看不膩 各位 皇帝我啊最近一直在思考 其實最近傳說對決說真的 讓皇帝我覺得有點膩了啦 怎麼說呢 單挑 皇帝我好像基本上也很少在輸 輸好像也就是打十個人裡面 就輸個一兩個 所以我的勝率基本上是高達80%以上 那玩武打武 台位打得很高又有什麼意義呢 能賺更多錢嗎 沒錯沒辦法 順時 我覺得我的人生充滿了無聊 直到今天有一個男人秘了我 這個人呢跟我說 哈囉皇帝 我想用蘿兒單挑你的小青 我輸了我跳舞唱歌都可以 我太久沒有聽到這種要求了 你很想跟皇帝有單挑 你覺得皇帝他媽就是爛 OK絕對沒問題 皇帝我會給你單挑的權利 來麻煩私訊我的IG 你要用唱歌或跳舞來換 如果你想跟我打三戰兩勝 你就用唱歌跟跳舞來換 來換這個單挑的資格 唱歌就是副歌的輕唱 跳舞就是不放音樂的跳舞 你要耳機戴著也可以 不放音樂的這種跳舞 皇帝我就會賦予你這個單挑的資格 無論你是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還是成年的大叔 又或者是老到七八十歲的老人 只要你想跟我單挑 歡迎私訊我的IG 我開幾個條件給大家啦 SS 真的是要SS是什麼超級強那種喔 然後單挑某個角色勝率高達 呃可能八九十趴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全服 再來就是萬戰喔 各位知道什麼叫萬戰嗎 就是戰力有達到一萬分以上 呃基本上 就大概是這些吧 這些條件 啊還有唱歌跳舞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個屁孩 以上這些你都不想要 你想用嗆我的方式來得到單挑 也可以 你就盡量嗆 皇帝我看你不爽我就邀你單挑 我就有屁孩的素材可以 好不好 就隨便你們很多方法可以單挑 最近我認真來打這個單挑系列好了 OK 那今天我們的主角呢 他是有跳舞的 我剛才講說 好啊那你先給我唱歌跟跳舞的影片 至少 無論是我今天輸給你 還是我贏了你 我都可以給觀眾一個交代嗎 我輸了觀眾看我的影片 他還看得開心 有你們跳舞唱歌的影片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模式就這樣 我們先打完一場 然後就會放他唱歌的聲音 然後我們再打第二場 然後再放他跳舞 好期待好期待 這個企劃 應該只有老觀眾還記得啦 黃帝這個 從以前就有做這種屁孩跳舞屁孩唱歌 那今天這個人應該是不算屁孩 等一下各位看影片就知道 好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企劃 底下留言告訴我 聽說最近好像就是 越來越多人也在玩單挑了嗎 我覺得這算是我帶起來的風氣啊 很多實況主也開始拍單挑的題材 對啊 就 我覺得創作者之間就是這樣子 就是別來學去 很正常 大家就不要去罵了 這沒什麼 度量沒這麼小啦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就來 找他進來 我們給他防號 64464 那我們剛剛就是踩這個 三戰兩勝志啊 等他進來之後 我們就跟他說明一下規則 那今天的單挑賽呢 他是想講說他要玩羅爾單挑啦 他還說他要用小青跟我單挑 其實我覺得什麼都無所謂 因為我會贏 我會贏 我會贏 OK嗎 OK 就目前來說我覺得 就算要選什麼 小青打他的小青 可能用小青打他羅爾 什麼角色我都OK啦 我覺得小青真的勝率很高 再來就等他進來唄 現在鏡頭在拍 我又不能夠中段錄影 我就只能坐在這邊 幹幹 好了各位 我們的玩家已經進來了 打開音效 打開音效 再來就是 堂堂正正的戰鬥 那這邊有跟 我的觀眾講一下齁 反正我們先打 好不好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好 Let's go 來齁 小青打小 我不知道他第一局會拿誰啦 但是他是希望我都全部拿小青這樣子 其實拿誰都一樣 齁 他拿誰都一樣 我照樣壓著打 打 那個 這個 葉烏納帽 對不對很帥 很帥 那我們就一樣 小青 電明狼犬走起 這個造型真的是手感非常的 鼓勵 非常的棒齁 希望小青今年可以再出更多的造型 他玩誰 羅爾 唉唷 第一場就給我搬出羅爾這樣子 沒關係 不管輸還是贏 我們都可以聽到他精湛的歌聲 還有精湛的舞技 各位好好的 期待一下齁 很期待很期待 但是我還是想贏 我不想輸給他 那我們一樣滅絕走起 雖然說我們打羅爾啦 我們只要搶兩 我們搶上四等七 基本上就有機會 雖然說他帶情形 他直接出冷卻 皇帝你會上YT嗎 當然會啊 也是有去無回喔 他很龜喔 他說他也是個喜歡單挑的玩家 這邊我們是還可以打熊一點 因為我們有葡萄嘛 還有這個恢復 但他的血量被我們消下去他就沒了 OK可以喔 這一波我一技能一毫就OK了 有點可惜 這一波 我沒想到他清醒開的這麼的OK OK 我覺得我們直接上原力好不好 直接上原力 就不出滅絕 然後鞋子的話 我們就直接上這個魔防鞋 目前的話我們算是 有點劣勢 因為我們在前期沒有打出一個 比較強的優勢的話 就難打 有點危險啊 他這個 等一下喔 他應該是想濃到後期 濃到後期 所以他出都是冷卻的部分 就很麻煩 不屈不撓 這就是 OK 他完蛋了 有沒有看到 很難解決嗎 你沒有大招你就玩個蹲啊 果然皇帝的小青 那個超遠距離的壁咚 其實就像到現在皇帝我也在思考 這小青的壁咚距離到底有多長 有時候很長 有時候很短 對 跟我的老二也 想體驗一下老二的來底下留言報名 欸 我開玩笑的 大家應該知道我是開玩笑的 有點痛 有點痛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上這個欸 御魔斬 這個如果我目前大招一結束 他會沒有大招 然後他就會走出來清兵 我的劇本是這樣寫的 希望他會依照我的劇本 如果他聰明的話 他就會等到有大招他才出來 OK 走位 火招 他這個時候還應該有大招了 因為他冷卻已經撐起來了 因為他冷卻已經撐起來了 OK 大丈夫です 喔 然後我學五條物的台詞 大丈夫です 君 有愛我 什麼輸入 真的是在我的小青面前 這種實力還想上YT OK 謝謝 我們才花多久啊 我覺得他既然都已經對自己 如果我都沒有自信 我再猜他下一把 就會拿出小青跟我單挑 那在我們進行下一場之前呢 先讓各位聽聽他 精湛的歌聲吧 我不知道他幾歲 但我覺得 他唱得很有年代感 很有感情 好不好 皇帝我給他 七十分 我覺得算是很高分 他敢唱 我覺得敢唱的人 我就值得給他一個及格的分數 喜歡這個企劃底下留言 我會去找更多人來跳舞唱歌 給大家看 我覺得以後要指定玩小青的話 應該要付一點錢 你知道嗎 畢竟小青拿出來 對面打不太贏就算了 然後又要被我虐 欸他剛剛 他在聊天室跟我講說 他想要拿小青跟我單挑 結果他現在要改羅 那我們現在一樣 我覺得套路是差不多的 要讓一下他嗎 引他出來 開打 OK 他很貴啊 這一把打得比三一場更貴了 我們現在要扣一下技能 因為我們上四等之後要強開一波 打殺大丈夫です 那這個時候我們實在是有斬殺的 來 魔防血先走起 也是有去無回喔 唉唷 他完蛋了 他完蛋了 他有大招也一樣 他有清醒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剛剛沒有按 唉唷 這個兵線驚訝就完了 來 比牙開大 來 比牙開大 沒敢出來啊 喔 他清醒 他清... 他這個出裝啊 應該想出局魂吧 不知道 不過也不重要啊 出什麼都一樣 等一下就給我牙子打 練九一三五道高峰 OK OK 你... 摸透了好嗎 這...小羅爾兄弟耶 他一直躲在塔下 我等一下畢咚他到塔上的話 他塔就被我拆掉了 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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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打不贏我啦 現在除非到... 超級大後期 不然他是基本上沒機會 我現在就有點像是鞭屍 好啦 差不多該結束遊戲了 出聖劍那個爆太暴力了 出聖劍那個爆太暴力了 我們拉離開齁 還敢出來 還敢出來 蛤? 我故意不點你的塔啊 不然我都要來秒掉了哥 OK 遊戲結束 謝謝 謝謝你 讓我的觀眾有 這麼好看的影片可以看 甚至說 單跳的部分是 屌虐一波啦 但是呢 皇帝我覺得 等一下在這個跳舞的部分 應該給大家可以看得很開心 好 給大家看得很開心 好 那我們就 進入我們的 跳舞環節 對 各位 看完我們的 跳舞環節之後 皇帝我非常了解知道 他肯定專精的不是羅爾 因為他跳的這個舞 在皇帝我印象中裡面 應該是射手 831的射手 那再來呢 我們就幫他加個BGM 幫他加個特效 讓他的舞蹈 變得更加生動吧 來 騙師麻煩了 Music 好啦 那各位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單跳真的能夠贏我 唱歌跳舞麻煩 傳到IG來 拿這兩個東西來換 你不要說什麼皇帝你 單跳贏我 我再給你 太多人會賴皮了 好不好 我覺得呢 給騙師經過巧手之後的 上了BGM 再加了特效 這個跳舞應該變得更好笑 好 那各位就 好好期待下一次的 跳舞加唱歌比賽吧 好不好 我先講喔 是拿跳舞跟唱歌的 錄音嘛 錄音唱歌跟 錄影跳舞的部分 來換單跳的資格 並不是單跳贏了才給喔 OK 先講好遊戲規則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 如果各位喜歡記得訂閱我 大家可以喜歡訂閱我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IG 謝謝大家皇帝 後的影片在那裡 唷 願看服膩 那我們下部見啦 大家掰掰 下部見 diamet by bwd6